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天原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 我是主持人子荣 又来到了每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候咯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的这一首好听音乐 是来自太阳声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丰盛幸福》 在音乐之后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阶段书籍导读 带给大家因为有太阳咯 有一种情怀有一份爱 将我紧紧拥抱入怀 今生走过的路不留白 我的爱就在这里敞开 真爱 今生拥有无数期待 这满满人生路破出来 守候我的心 我的爱 轻浮着岁月交代 爱的天堂享受幸福的等待 就是这爱 我们情向世界是展开来 恒常着你我的幸福应付 生命中有爱 品味着真爱相随 一身精彩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今天的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张导读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而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本叫做 《因为有太阳》 透过了不同的篇章 带着大家一起来体会人生当中的各项智慧 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第一个章节 《天智慧》当中的第三章 《正破万邪》 《时修时正才是真》 《太阳生的导师》表示说 在美国有一位学员是一位女中医师 她有着一位年约三十几岁的病人 长得很漂亮 却瘦得不成人形 而且肌肉没有痛绝 还因为肠子的状况 一周只能排便两次 再加上有子宫内膜异味的问题 所以子宫已经切除 这位学员看她受尽百般折磨很可怜 所以来求教育我 要如何帮助她 世道落线 正邪迷离两难分 这位病人因为因果的牵引 业力已经来逃报 所以我奉劝这位学员 帮助别人要运用智慧 并对于平常的病人当尽力协助 但是这位病人已经不是一般的病人 不是光靠着自己的医术 就能帮助她解决问题 除非试着用身 心 灵 疗愈的方式 透过忏悔 发愿等步骤 才有机会帮助她 这位学员 另外还有一位患者 是女艺术家 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已经吃了好几年的药物 若没有吃药 就会想要寻死 但是即使吃了药 还是会想自杀 这也是业力使然 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忧郁症患者 唯一能让他们获得解救的方式 就是引导他们与自己的灵魂打交道 进而找到灵魂的轨迹 疏导其自身的负能量 帮助灵魂自我疗愈与生沉进化 提升灵命 并解决凡俗间诸多侵扰 才能避免发生耗 及能量空转的状况 进而达到身、心、灵、三者合一的境界 现代人有着很大的问题 就是即使给他们正确的解药或方法 但是以其目前的层次 并无法领会其中的道理与意涵 好比有一天我在网络上看到台湾有一个公庙 公庙中有一位肉身的王母娘娘 于是我好奇的点进网站看 果然是真的肉身王母娘娘 她为人处事低调 没有架子 有些名人人就认出她是王母娘娘 但是有些人就是看不懂 所以她很感慨的说 王母娘娘下凡也没有用 很多人还是看不懂啊 现在有诸多修道的老前辈感叹 从他们年轻时 道卿如同一家人不分彼此 但是现在有很多道卿 为了一己之私想要各立门户 其实说穿了 无论是学道、学佛还是任何宗教 重点应该在于领悟天地真理 却还是有人不明白 有位学员过去曾接触某一位法王 对法王尽敬仰又好奇 但是她后来发现 那位法王每餐都要大鱼大肉 而且指定要到大餐厅 这位学员不解修行 为什么会是这样 却又不敢说 这就代表修行的位阶 与修行的程度不成正比 所以不要用位上去平断修行人的修为 之前有位学佛多年的人 陪她太太去某一间寺庙参拜 走到后殿时看到有两位护法在站岗 但当时没有防备之心 一时之间突然感受到自己的气被吸走 回家后果真生病三周 她事后回想起来 那间寺庙的建筑物 没有任何道气和灵气可言 这也是一种经验 诸如此类的事件 虽然能够预先提醒 但若你没有亲身经历过 我的叮咛只会让你起烦恼心 认为我在棒法造口业 有些事情非得自己去体验 学习才能转化成你的人生智慧 所以在我们原先觉得殊胜的地方 现在是否灵气依旧见仁见智 它如果无法与天地共振 原本的道气与灵气已经散尽 你看到的就只是建筑物罢了 生命里拥有着丰富 却是爱 幸福清晰却乃起来 甘胆爱 这一喜爱 放生幸福 放生幸福 因为爱 从此拥有 从此拥有 幸福因为爱 每一生 一生幸福 在我们的生活 幸福 有些人 也会有 在我们生活 里面 在我们生活 也会有 从此拥有 不足够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导读的是太阳圣德导师出版的著作 《因为有太阳当中的天智慧》第三章 正破万邪 时修时正才是真 在这个章节当中来讲到了要如何透过了正确的方式来引导 让自己可以更加的了悟这些的事情 其实也是要下足苦功 要做足功课 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除了会为大家分享导读到太阳圣德导师的出版著作之外 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 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慧芬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 慧芬你好 此荣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慧芬 慧芬来自台湾的彰化 很感恩有这个机缘来到空中 跟各位分享慧芬学习超码的心得与收获 那想要请问慧芬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 机会之下认识 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慧芬是在2017年的5月份 收到朋友送来的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那原来以为这只是一本书根本就不以为意哦 后来朋友热情的邀约参加了精英会以后啊 真的开启了超码的学习之旅哦 那原来进入超码如法师修 我们真的可以拥有这人生当中的一片丰富成就哦 那在读完了书期也进入到了精英会当中 一起来做学习之后 是不是慧芬也在后续透过了一些大型的活动 也感受到了我们在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的书生呢 慧芬呢 其实进入超码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呢 是在2017年的7月份 那导师回台湾啊 在彰化所举办的大型课程 因为爱而富有的请做课程啊 真的就是在超码的学习 真的翻转了生命地图哦 那在这个课程当中啊 慧芬其实刚进去听哦 刚进来参加这个课程啊 懵懵懂懂也听不出所未然 但是啊 导师有一句话 真的深深的敲醒慧芬 那慧芬导师讲一句 有时想无时 末代无时想有时 真的呢 慧芬就这样子的听醒过来哦 就想说 人生就要这样子傻傻的过吗 真的只是早上九点上班跟晚上下班 然后就在那里滑手机的日子吗 真的透过学习 我们知道把握 知道要来认真的如法师修 来翻转自己的生命地图 从导师的一句话当中呢 也开始来检视自己的生活 并且呢更加的落实了超码的学习 于生活当中哦 那其实慧芬学习超码到现在 其实也大概七年左右的时间 是不是也觉得说 在学习超码前后 在生活啊 在工作上面方方面面的转变 真的是太多太多的呢 是的 那慧芬呢 从事会计事务所的税务会计服务业啊 已经将近四十年了哦 那也因为立场的不同 所以有时候跟客户啊 或是主办的承办人 有一些出错 那在在的 真的因为客户还有承办人的刁烂 在在的都在考验了自己的心 那从前的不明里啊 会抱怨 可是在超级神秘妙学习以后啊 我们运用导师的所教导的 苗苗感恩 苗苗的转练 凡事返求足迹啊 从此那在国税局 办事情真的是如目春风哦 做事得心应手 非常的顺利 那尤其啊 在疫情期间啊 百业萧条 对我们这个行业造成很大的冲击 那听同业说啊 有很多客户啊 半注销还有半停业 那客户数啊 正在快速的减少当中啊 那也很感恩 汇芬在超马系统的学习 如法师修也已经七年多了 那在天地的祝福时珍中啊 客户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并且在进展中持续的成长 好感恩哦 在超马的学习感恩 这一切有天倦 帮助汇芬在事业上顺风又顺水 丰盛又富足 那还有 除了这个事业工作上呢 另外有一点啊 就是子女的终身大事 其实啊 要完成这个子女终身大事 是为人父母最大的心愿哦 那儿子啊 高大帅气 玉树林峰 彬彬有礼 可是啊 过了三十多岁哦 感情还是没有着落哦 那不禁也开始担心哦 最神奇的是 惠芬跟太阳公公许愿 真的没有多久 果然太阳公公就帮惠芬量身 定做了一位 我梦寐以求的媳妇哦 那时间很快哦 从认识到结婚 只有三个月 除了速度超越 惠芬的想象以外 真的很super哦 那超级神秘密码 真的是很super哦 还有啊 媳妇不仅是非常的乖巧 她懂得运用天地真理的学习 来落使两个人 在日常生活上的体谅 那这一点惠芬觉得 非常的欣慰哦 那在身体健康方面啊 也因为学习超级生命密码 得到很大的改善 其实惠芬以前啊 经常有一些 没有办法排解的问题哦 那其实啊 不说也不代表没有哦 那在学超级以前啊 有严重的云眩症 曾经啊 一个月躺在床上 都没办法出门 那真的来到超级的学习 贵人显现哦 找到好的医生 好的方法 帮助惠芬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众业禽兽哦 那另外一个呢 是财富的问题哦 其实惠芬的财富状况 本来就没问题 但是啊 没有想到 在超码系统里 没有天花板 还可以越来越好 那本来我们的家境就不错 那惠芬对财富 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 哎 可是啊 天地还是帮惠芬播算盘了哦 从惠芬开始学习以来 踏入超码一年后 惠芬才下定决心 如法师修 并且大量去谱传 没想到啊 就在惠芬决心 好好学习 这一门天地真理的时候 哎 天地真的 每年给我很大很大的加码耶 而且啊 没有尽头 那就在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后 那这么的不景气啊 可是惠芬竟然可以一枝独秀哦 那惠芬不是能力特别好 我只能说啊 我很谨慎 我很脚踏实地 那天地也很眷顾 惠芬这样子的憨人哦 那在过去啊 惠芬只是安定 没有想到 我现在可以再稳定地成长哦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也非常的感动哦 所以啊 邀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而且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决定 可以好好来学习掌握 如果啊 当时惠芬一开始就马上积极地努力 哇 那惠芬现在啊 就不可同日而语哦 我相信我会进步更多 没错 真的学习在超马的路上呢 真的礼物收获源源不断 常常呢 都是自己意想不到的哦 但是呢 要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 就要看大家的智慧了 那再访问 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惠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 也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 好 惠芬想跟各位分享哦 深深地感受到 有一些幸福啊 它是用金钱买不到的 我们来到超马真的可以变得很幸福 那惠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在超马的学习 拥抱田圈幸福满满哦 那真的是邀请啊 各位听众啊 跟朋友都能够来参加学习超马系统 让我们的未来更加的幸福顺利哦 没错 所以能邀请所有的朋友们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一起透过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认识 了解超马 并且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 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是来自彰化的超级生命密码学员 惠芬来到节目当中 感恩惠芬的分享 感恩 感恩大家的聆听 感恩导师感恩子蓉 最后祝福 美味的听众朋友们 都能够自主幸福圆满 再次的感恩来自彰化的超马学员 惠芬的分享 那惠芬呢 真的平常的生活非常的忙碌之外 其实呢 也是花了很多时间 在推广了超级生命密码上面 那像是呢 在前一阵子的活动 其实呢 也非常的热心参与 就是希望可以把这样子一个 好的系统 好的学习方式 来跟所有的朋友们 一起来分享 那也在工作上面呢 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就哦 那我想呢 不管是在工作 家庭事业上面 一定可以透过了系统 可以让惠芬的人生呢 往上持续的迈进了 而紧接着呢 再来听到好听的音乐作品咯 来送上真首是来自太阳声的导师 做词作曲的 《寄遇》 在音乐之后 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带回到了福当你家的节目 待会儿的富足 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声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寄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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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示都认真 到头来的战就尚未显断 直到桥与太阳成就着 默默已在品位 给予人生 感恩这种难的重生 曾经的盼望都已相继成真 今生与太阳的因缘是 人生啊 相信就成真 光明迷路可停就会认真 人生啊 相遇是缘分 好坏皆能借太阳 相遇是缘分 人生千万回 生或生 寄予与风 太阳真 幸福圆满 财富永生 我们每一球 我们每一球 都成真 都成真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今天的第三个阶段 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了放不放得下的这件事情 常常我们都会说 抓紧了 到底要如何放下呢 那不能放下这种无奈 是不是大家也曾经提起过 是不是大家在很多的时刻 煮熟的鸭子飞了 我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懊悔和这些遗憾呢 但是要如何度过 如何让我们继续的往前迈进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关卡 所以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就邀请到了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 导师好 友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真的 很多的事情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来来去去 很多的时刻都放不下 但是要如何用着智慧来去解决 让我们的人生往前迈进 而不是卡在这里 其实真的很重要 像是我觉得最难放下的 其中一个就是各种不同的情感了 尤其是在恋人之间这种的爱情啊 可能我们已经甜甜蜜蜜了好长一段时间 但可能因为了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因素而离开了 或者是彼此分开 不适合不配 或者是不 不不不不 一大堆不 所以才会产生后面的结果嘛 对不对 但是想到过去 哎呀 点点滴滴 是不是啊 然后看到这个家里的一些小玩意儿啊 什么东西都是对方细心为你挑的啊 有很多的这些因子啊 让你塑取前缘了 所以很多东西就放不下 就觉得哎 跟他在一起那么快乐的时光 什么什么 对不对 想到哎呀 有那么多问题 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哎呀 就放不下 觉得真的是被人生 这样子的这个一大洗礼啊 真的是绝对的挑战了 那想着想着心情就不好了 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了 你正在放不下的时候 那刚好有人说 可能有一天 人家帮你介绍一个 比你像这个男朋友女朋友好十倍 财力好十倍 人员好十倍 这个漂亮英俊的程度好十倍 那都是十倍起跳 那那时候会不会还放不下 就不知道了 因为放不下的时候你会觉得 毕竟是有某种的回忆 某种的美好才会放不下 如果都是梦魇 你老早就放下了 是不是 如果是这个还存有一丝 未来的怎么样的一个美景 所以放不下 但是如果未来的戏码里面 有比你现在的这个戏码 还要好十倍一百倍的 如果已经有人预告你了 那还会放不下吗 这就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回来找 放不下的点到底是什么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依据 或者是他有他的一个信念 那么在找着对方的这个 之间呢 为什么会放不下 种种的纠缠 那当然有他 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原因 嗯 但在这原因当中 如果把现实两个字 融进去 那会不会更加的看得清楚 自己到底要什么 这也是耐人寻味的事情 那有没有过这样的实验 那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所以我们经常说很多事情是有 绝对客观又绝对主观 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客观主观的分野 以什么为依据 那什么又是自己坚信的逻辑与看法 其实很多东西把一些这个 就好像我们做数学 对 还有这个变数 变数的因子放进去的时候 你出来这个习题 出来答案就不一样 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有这种变数 放进去以后 所以他出来答案也不一样 那么如果之后比之前的好 是不是我们多少有一点安慰 觉得至少日子变好了 境界变得更优了 各种的情况进步了 如果变得更差 那是不是就会怨 之前的美景为什么不在 很多好事为什么不能成真 或许的三盟还是 那么现在都不见踪影了 所以还会停留在原先认为美好的那一段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 见仁见智耐人寻味的问题 所以还是得看 当时以及未来的主观客观的因素 我想是会改变某些人的看法 以及想法 很多的事情感觉就是比较集 就是用比较出来的 但是很多人都说 这个情感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是可以比较的吗 尤其在我自己很多身旁朋友的一个经验当中 他们最难以放下的一段感情 就是初恋的故事了 其实很多人 哇真的都会一直拿初恋的故事呢 来做了很多的不同比较 可能会跟他后续的 不管是男朋友女朋友来做比较 是不是真的旧爱还是最美呢 倒是 今天只能问了这么可爱的问题啊 那你问到初恋呢 我在想 初恋嘛 总是什么都是美好的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初恋的经验 我当时我的初恋经验觉得 哇这个世界就是它了 这个没有人可以取代 这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那别人呢 也是这么样的怂恿 就觉得 哎呀 怎么这么好的一种组合 但是 随着这个现实的发展 那有一天分开了 觉得是多么的不舍 然后又是那么长的时间在一起相处 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不对 然后怎么都没有得到天地的眷顾呢 那一大堆的问号 问号 但是再隔十年二十年再回来看 你才会说 哦 好家在当时没有修成正果 因为对方原先有那么多的坏脾气啊 问题啊 原先是一种爱的包容啊 但是 结论会以后会不会更变本加厉啊 什么什么都不知道 对不对 那后来 好 人生的改变 各方面的际遇不同 再回来 好 讲的原先的 这样子的一个 也是宝贵的经验吧 所以 心中还是五味杂成啊 还是有所知己的一种 见解与看法 但是毕竟呢 人生 还是我刚刚讲的 当局者迷 哦 你在那个当下就很难走得出来 很难觉得说 还会有更好的吗 嗯 人生还会更幸福吗 没有他我会更美满吗 对不对 有很多的问号 问号 因为有无数的未知 那因为都搞不定 那总是觉得前面的美好 会不会再有呢 那现在失去的这一段 是不是真的是让人家撕心裂肺的这种可惜 啊 跺脚 所以这也是耐人寻微 一大艺术的题目啊 看你怎么看呢 但是毕竟呢 如果 好 我们珍惜每个当下 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负我们该负责任 啊 把一切都尽人事听天命 对 如果 因缘的这个洗礼啊 最后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子 我们也只能够尊重现实 然后积极创造自我未来的人生 以及种种的价值 所以问心无愧 好 把自己做好 把各种的角色扮演好 我想才是当务之极啊 当下的一个抉择 如果你说今天 遇到了谁 然后 因 不了解而认识 因了解而分开 然后后来就有一大堆的遗憾 那你说这些遗憾会为未来加分 那你就算了 如果这个遗憾不会为未来加分 都是扣分的 那又何必呢 你说是不是 嗯 还是自己要权衡这个利弊之金啦 那当然很多的这些回忆 美好的 我们放在心里没有问题 但是呢 在每一段感情当中 那是不是旧爱还是最美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汲取 在这一段感情当中 我们彼此互相的一个经验 然后呢 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好好的改变和改善 其实是最好的一件事情了 把这一个感情呢 用着其他的方式 让它呢 慢慢的成长 慢慢的放下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需要智慧的 但是其实除了像是情感之外 其实很多人 对于钱财的事情都也是放不下的 像是有的时候啊 可能我们买个东西买错了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要多花点钱 我都会跟我朋友说啊 没关系啦 钱可以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 但因为呢 我可能遇到的事情 钱的金额呢 都是小钱 所以就还好 但是很多人 哇这个钱的东西啊 都是大笔大笔的 包含呢 像是一些投资失利啊 甚至有一些 现在呢 最流行的就是呢 诈骗集团等等 哇那个损失可能呢 就是几十万 几百万都有可能 那在这样子一个钱财 不管是被骗 投资失利的状况之下 我们是可以放下的吗 道士 只能问我说 这个问题能不能放下啊 其实这要看 你比如说投资失利 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不法的这个团体 对你产生的什么样的损失 那是损失多少 在你容忍的范围之内 当然这个可能就像你刚刚讲的咯 钱能够解决问题都不是问题 对不对 但如果今天一个投资失利 或者是遇到诈骗集团 把你一辈子的积蓄 上那间都不见了 那你说你要很容易的放下走得出来 这可能要绝对的勇气 以及什么样的正心正念 才能够度过那难关 这还是因人而已 讲的时候是一句话很快 但是难熬的分秒间 当事人他并不是如同 我们讲的这么快 能够一下子就改变状况 所以整个人生 各方面的流程过程 我们的经历 都还是在我们 是不是 在事情之前 就有万全的准备 来防范于未然 免得后面 你说放不放得下这个问题 其实真的是 见仁见智 或者是真的 让人一笑自知 你说这个人他一辈子的努力 然后他一个被人家的这样子的设计 他一辈子努力都化为乌有 生活都有问题了 你要这个人放下 那还真的他必须要有绝对的视野 所以这些东西还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 所以还是要大家能够先 未雨绸缪 把很多东西 预防性的先 防患于未然 我想 这也比较重要 那有些人 他也是大大大 他觉得没事 对不对 那没事没事的后面 可能还是真的自己没有办法 面对这现实的洗礼 那也是相当可惜 那在人生中 总是希望一切都是平安 那么顺利 喜乐 各方面都是聚集于一生 所以很多东西该要学习的 该要预防的 该要为自己设成处地的想 要怎么去改变 增加自己的能力的 我想这些都很重要 所以还是要做万全的准备 是这样子 没错 尤其是在于各种不同的金钱上面的 不管是交易啊 或者是有其他人要借钱等等 这其实真的要做万全的一个准备 而且呢 要对这样子 不管是投资理财的一个方向 标的其实是要做了很多的功课的 像是呢 在台湾其实这大概一两年来真的 我觉得股票市场非常的热络嘛 那很多的像是新手投资人 像是我啊 或者是比我更年轻的人 哇 可能觉得说 在之前的一个上半年度当中 哇 真的非常的好赚 所以呢 就把大笔的资金呢 全部都投入了股票市场 但是呢 真的没有天天再过年的 其实在下半年的投资方式呢 跟上半年是大大不同 那很多人可能就因此而摘了跟斗 那把大量的钱都赔了进去 才发现说 哇好像呢 真的做好了功课非常的重要 所以其实呢 在不管是股票投资啦 或者是我们在人生的方方面面 各项的一个自我的投资也是啊 如何呢 让自己呢 过得更加的精彩 如何呢 用过去的经验 来做未来的这些堆积和累积呢 那真的是我们在人生当中 需要运用到的智慧了 不过到底我们在人生的历程当中 遇到了那么多的事情 那么多的面向 要如何好好的放下 让我们呢 持续的往前迈进呢 休息一下咯 先来听一个歌曲 来送他这首是来自太阳声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珍惜爱 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待会继续再回到了 福到你家的节目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持续再邀请到了太阳声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咯 我说明你我愿这份真爱 这种感受很感恩因为爱 因为这爱不再遗憾 我愿珍惜因为我珍惜爱 这世界一天不暖没有爱 因为我们依偎着这份情怀 直到未来只要有尘埃 天荒地老永远会有了交代 此时此刻影子见伤了未来 珍惜爱我尝到了人生精彩 珍惜爱我掌握了爱的偶蓝 我心一足拥有着真爱 我心一足拥有着真爱 从此过着珍惜爱的未来 在生命里我愿这份真爱 在生命里我愿这份真爱 这种感受很感恩 这种感受很感恩因为爱 因为这爱不再遗憾 我愿珍惜因为我珍惜爱 我愿珍惜因为我珍惜爱 这世间一天不暖没有爱 因为我们依偎着这份情怀 只要有真爱 只要有真爱 天荒地老永远会有了交代 此时此刻影子见伤了未来 珍惜爱我尝到了人生精彩 珍惜爱我掌握了爱的未来 我心一足拥有着真爱 从此过着珍惜爱的未来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今天的第三个阶段 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 在今天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汤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了 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种不同的问题 要如何放下 如何面对 如何让这些的经验变成了我们 在继续成长的一个动力呢 在我们刚才有讲到的 不管是在情感啊 或者是金钱 放不下 我们要如何呢 去做了全盘的思考 来让自己呢 可以往前迈进 但是除此之外 其实很多人放不下的 就是自己的过去了 尤其是在职场当中 可能之前是呼风唤雨的 那可能因为的某一样事情 失令了不受主管啊 或者是老板的一个疼爱 又或者像是呢 退休 其实也是很多人 就是觉得非常落寞的 因为觉得说啊 我之前就是呼风唤雨的大老板啊 那一退休之后 好像就失去了生活重心 然后呢 就觉得说好像呢 除了失落之外 也让自己的价值 好像没有那么的可以彰显 但是这个其实有的时候 也是人生必经的一个路程啊 到底我们要如何放下过去的辉煌 要如何呢 踏实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持续的往前迈进呢 老师 好 只能说这个退休以后 再比较着 在职场 在位置上 这些风光啊 不在了 回到家里呢 只是每天面对的电视 饭桌 感觉上好像自己好像很落寞 好 那其实这个也是看每个人怎么想 如果你天天这样想 你就不开心 你天天这样不开心 就后面会变成恶性循环 那身体啊 各方面都老化特别快 但如果你换个切入的思维 你觉得这个就是有开启了另外很多扇窗 然后以前没时间的这个兴趣啊 没时间的这个主题的研究啊 没时间的这些很多东西要去把它完成的 现在有那么多大把的时间 更等于是跟天地借来那么多的时间 来完成那么多好事 你一转念你就觉得每天还是忙得很 而且呢做着做着 觉得自己的各方面更加的圆满 以前还没有达成的 现在都达成了 心中更加的踏实 那这个想法就是左和右就差很多 所以我每天都抱怨说 我为什么那么早退休 为什么公司一定要我退休 为什么退休这个 总是让我之前跟之后差别这么多 不能适应 你一直在这个上面一直绕绕 一直绕绕 对自己没加分的事情 那就要问自己了 到底要干嘛呢 这样子的演绎 后面是得到了真正的加分呢 还是让自己的负能量越来越重 把自己生活的境界或者是水准往下拉 所以我想秒秒的GPS很重要 秒秒GPS就是你随时看着自己 这个心态这个做法 是不是为自己的人生加分 生活净充满着各种高分的呈现 还是呢就在这边想不通 那边想的不对 但是一直想就想呢 就觉得好事它没进来 这负能量一增加一多以后 在身边好像以前不会有的坏事都来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问自己了 这种生活你要吗 当然是不要 那不要的话 那自己在这上面的纠缠是什么呢 自己的心中放不下 那为何而放不下呢 就从这里面一直深根的去探讨 究竟是什么问题 那可能有的时候弄出来的一个答案 可能是很面子问题 觉得自己原先被人家这么理喻 像这个退休回家 那是什么都是要动手做 这个还有时候被家人还要数落 觉得是太不值得这个一个退休生活 那你这样想的话就每年不快乐 那每年不快乐自己表现更差 家人更不能谅解 所以就变成恶性循环 但是如果什么事情都是善念 这个善解的运转 转念这里面看到 哇这差别那么大 那跟自己的内分泌 荷尔蒙的调整 整个身体的循环 其实都是息息相关 那能够正确的定位 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些戏码里面 要怎么样的来表现出 至少不要造成家人的负担 至少让自己做的都是对的 至少每件的这种来东去脉 别人看着也是很羡慕你 你自己看自己也是很羡慕你的 那你自然而然知道 什么时候是应对进退 什么时候是该说什么好话 什么时候是很多东西就是一笑自知 笑看云彩街 一切交给天 是不是这样子能够 四两波清净的就把很多镜 就转得更舒胜了 这还是必须看结果 你的人生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就是那么不快乐 这个结果就不好 那就要回来探讨 到底在哪一个结果眼上 诚事错误呢 还是认知错误 还是什么样的定位错误 你看这些东西只要把自己 找到真正的问题源 你就比较容易改变你的想法做法 那这个时候 你再来看很多的事情 扩达率就会相对提高很多 那这为什么以前想不通 现在想得懂呢 其实我经常在讲 就是生活里面 如果你没有很全盘的做一些深层的思考 或者是进行一些了悟的工作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被红尘所迷 被现实所困 但是当你能够智慧提升 进一步再去想得很清楚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事实皆是好事 每个原来圆灭 都是这个里面的一种上天的美意 如果真的是如此 你也能够非常尊重你自己 尊重生命 整种各项事情的洗礼 我相信这种好事 会随着你的运转 这种磁场的雷径 会越来越多好事成真 所以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们 不妨能够来做个实验 这样 要如何把这些 我们原本觉得很不好的 或者是很失落 很沮丧的事情 转换成正面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 用着不同的方法来思考 山不转路转 或许转换一个方式 转换一个跑道 也可以让自己 有着全新的一个开始 但是最重要的是 就是千万不要放弃 或者是放下自己 但是其实真的在我们 除了像是在职场 在一些情感 在一些金钱当中 我们无法放下之外 其实有很多 无法放下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曾经 拥有过 那在拥有过的 不管是这些的钱财 或者是这些物质 其实在这些煮熟的鸭子当中 还会飞掉 哇我们就会有很多的 不甘心不甘愿呢 那对于我们曾经 拥有的这些好事 要如何放下 其实也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情 也倒是 我想有时候 是一种心态的问题 比如说 在这个节骨眼上放不下 那么曾经有过一段 什么样的经历 那如果我们想 在这段经历中 我们从中学习到什么 成长了什么 进步了什么 我们获得了什么 那你就会很感谢 在这段经历中 配合你演出的 所有的人事物 那因为有这样的所得 所以你会非常的 感知啊 那一段时期啊 也不是那么的悲哀 各方面的进展中 也是加分 所以当你有所得的 一个界定的时候 你可能 一 你能够在未来情况 发生的时候 过去的错误 可以避免 二呢 在你这样子的一个思绪中啊 因为自己有所得 然后又能够 为自己做一个结论 让自己能够接受 所以你再回头看这件事情 你放不下的时候 因为自己 从前面的故事 有所收获 有所得 所以你那种对比差 就不会那么样的强烈 那渐渐的 渐渐的在随着自己的努力 成长 各方面的精进 你就比较容易走出来 比较容易 给自己再找更多的机会 更好的时间点 来做更多更对的事情 我想如此一来 人生 所有的不能够称心如意的事情 十之八九 但是每件事情都可以给自己 很多成长的契机 而这些机会 不是你想要就有的 是你的这些过去 曾经付出的心力 劳力 在这个过程中 在你的实验里 中间真的看到 你有所收获 但是在事后 你又能够把它 变成一个结论 在这个总结中 感受到自己 究竟成长多少 给自己一个交代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个做法与观念 就看我们自己 是不是有着 这样子一个往前成长的动能 只要我们愿意改变 其实找对了方式 用对了方法 其实都可以 像是在我们的超码系统当中 其实很多的学员们 他们也是透过了很多 没办法放下的事情的 一个排除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让自己能圆满 然后也是疗愈自己的过程 虽然说这个过程 非常的不容易 虽然说我们要知道 要放下 要走过 其实是好像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在这样子一个痛定思痛之下 其实我们换一个方式 换一个心境 其实也可以 用着好的方法来达成 但是就看大家如何 把这些的方法 落实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的确 这个山不转路转 条条道路 通罗马 只是看怎么样的取舍 那么当我们的智慧提升的时候 很多的事情的选择 可能就会比过去明智 当你有了好的方法 正确的前途 真正一条对的道路 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大的患得患失 但是就怕你又选错了 又选错了 觉得自己为什么命这么苦 这么样的身不逢食 都没有遇到贵人 所以你这种对比它又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把前面的问题又想到现在 所以永远就没完没了 所以我想还是要提升 我们每个人的智慧 借着怎么样的一个系统 来帮助我们真正达标 而且这个成果一次一次的加分加分再加分 我想这就是人生的一个殊胜的际遇 也是难得的机会 不得不来给自己可能性的一个笃定 来告诉自己 尽少这样一个重要的系统是很重要的 要如何呢 运用着我们的超码系统 让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可以得到了改变和改善 让我们原本呢 纠缠在心理当中的这个千千解一一的解开呢 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透过了筹码的学习 一同来成长 也欢迎大家咯 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 还有手机APP 在当中有非常多的好听的歌曲之外 还有很多的活动的讯息 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参与 不过呢在我们全世界各地 各个不同的地点城市 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精英会当中会一起来分享 导读到的就是太阳圣德导师的出版著作 还有学员读者们彼此分享的时间 不过呢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 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 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了官网 或者是手机PP当中来询问客服人员 又或者大家对于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或者是我们天元系列的丛书要如何取得 或者是我们的精英会要如何参与 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这支电话抄写起来 在我们一般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询问 我们台北电话是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 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学习成长 让我们人生呢可以有更大的进展还有突破了 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再度的感恩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德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和兼言感恩导师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来自太阳圣德导师 在本周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 也欢迎大家咯可以把我们的节目 分享给身旁所有的亲朋好友 除了广播之外 我们在podcast播客当中也会每周上架 欢迎大家呢可以在podcast当中搜寻 福到你家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呢把连结 还有我们的节目内容分享出去咯 而今天的福到你家节目 也到此告一段落咯 在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 来自太阳圣德导师 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生何求 在音乐之后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 我们在下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F104.1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这一生有什么值得好好追求 黄一眼人世间有什么能久留 顺西边间 沧海桑田之小风 会洒海桑田之小风 会洒寒水依旧 不一生何求 辗转才看透 人生残得后 偏尝千山万水 才能好去留 世间情 潇洒浮河求 人品总漂流 这一生有什么值得好好追求 黄一眼人世间有什么能久留 顺西边间 沧海桑田之小风 会洒寒水依旧 不一生何求 转转才看透 人生残得后 偏尝千山万水 偏尝千山万水 才能好去留 世间情 潇洒浮河求 人品总漂流 何可一梦 何可一梦 今生有多久 何苦念求 有无何缘由 要行程的人手 事静愿说 两无人连接下来 月的千山万水 与百万水 何可一梦 偏尝千山万水 第五天 神ulyar 陈芬 何你都行程得后 我愿意 多аны 让心承得忍受 了无成仙多梦 善意为宝 在天主多珍贵成就 一生何求一久 难可一梦 今生有多久 何苦恋求 有何缘由 让心承得忍受 了无成仙多梦 善意为宝 在天主多珍贵成就 一生何求一久 一久 一生何求一世 何求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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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disciplines 赢架